大家好,我是那兰小宝 这个地方就是我春天的时候在这挂两辫子算 这个地方特别好,政府修建的 它就是按防车营地修建的 你看,现在是这阵子没打草,慌了 大概是按防车营地那个意思修建的 你看,这一个停车位,这一个停车位,那一个停车位 刚才我来啊,看外边已经被栏杆已经栏死了 外边已经栏杆栏死了 正好我认识这个交地的老哥,因为那会儿我天然在这儿嘛 跟着老哥聊聊,他说政府也没办法 他说就是这些人啊,素质太低,进来上草里头 在里头搭帐篷,在里面烧烤,烧烤完了弄得磨磨叽叽 直接一啥就走了,就那个老哥,刚我跟他聊了聊 因为那个老哥我在的时候给了我把钥匙 我说可以随时上水,哎,他是普通话说的不太好 那意思就是现在也没法,没法 我今天特意骑摩托车过来 因为这个地方呆着特别舒服 政府投了巨资 哎,就是这,他讲话现在哪儿也进不来了 那边外的那个那么辣有个停车厂,停车厂里停了有两三辆方车 然后里面这里面来不了,你看这卫生间特别好,特别方便 然后一些人往这往树上拴着那个 拴着叫什么,就是那个吊床 最主要是上草地里搭帐篷,草地里吃 吃完了,啥也不管 磨磨嘴走了 后来这就是,这路都是让自己给走死了 不是这,好多停车厂,好多地方原来都特别好 就是人们积去了,当然也不尽管房车 不是说尽管房车的事 老头说房车还好点儿,老爷子说 就是这些自驾车,主要是他来了进这里面烧烤 原来这地方特别好 那五一的时候人特别多 而且还开了个小跳槽市场在这,弄的挺好的 结果现在弄死了,弄思念了 房车营地以后,究竟路在何方真是不好说 那你说这政府修的多好 你看看,其实它是按着一个,就像这么这样的,有十几个 就一个停车位里可以停开六辆车 看这两天草有点高 这就是这阵子,因为前一阵子我就听说,说是那个不让进来了嘛 我今天特意骑摩托车过来看看 你看,这停一个停车位 这一个停车位,那一个停车位 一个这么辐射的停车位,而且还有私密性 谁家跟谁家还都挺远,弄的特别好 但是人们不给力啊 好多营地都是这样给弄死的,你知道吧 最后啥也不是,啥也不是啊 看这打草呢 外边有停车有两三辆房车 还有两个大帐篷呢 我就是骑着这个小摩托去的西藏新疆 这我今天过来印证印证,看看什么样 因为我过两天从草原回来,撤回来 也得上这边来啊 这是没戏了 这也就上水的1,1核上闸开起来 这都是地下水 水质还挺好 一会再到外边看看 看就是弄了一个这个蓝死了 这就是 有这个你就进不去了 没办法 这外边是个停车场 停车场停了几辆车 这是外边这个停车场 停车场停了三辆拖挂 但是这个离卫生间就远了 那还一辆拖挂 离卫生间远 没有原来那方面 这些人 这垃圾满天飞 那还搭一个搭帐篷的 还有一个搭帐篷的 这个还是个民野党挂着 看这个在这帐篷人常住 我可能是 固定上是原来的 哎呀环境是不错呀 刚刚坐着跟那美女聊了一会儿 就别拍人家了 现在不方便 然后呢人家这个美女就是喜欢露营 那个自己开着车 在石家庄是从事美容的 自己带来一条小狗 然后在这住了几天了 经常出去野外露营 她属于喜欢是搬家式露营 就是走到哪搬到哪 东西太多了 而且她里面那个床是个冲气床 大概得有五六十公分高 好了就说这么多吧 拜拜了 拜拜了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